一個醬是怎樣包到餃子裡 很有經驗才可以做到 黑松露熔岩的價錢 是有點離地的 但試了之後 我可以告訴你 是絕對值得這個價錢 還有訂閱我們 還要按一下小鐘 我們大概一年半之前成立 最初就是做網店 大概一年前就搬去 和我媽媽只賣生的餃子 做了有一年之後 我們就搬來堅度這裡 就可以做熟食 因為我爸爸 還有我爺爺做中菜 但我本身是從西餐 意大利菜 所以我就想把這些東西 聯繫在一起 有些家裡的味道 可以來帶多些層次 我們的標誌就是 麻辣雞丸骨的抄手 抄手用了切到很碎的雞丸骨 雞腿肉 讓你可以吃到很多肉汁 還有一點脆脆的口感 另外有一個是芫荽的豚肉餃 芫荽的皮 都是我們自己用芫荽 在皮上加芫荽 去搓拌的皮 所以整件事是更加重的芫荽味 另外還有一個 松露的熔岩餃 主要是用忌廉 菇和松露 然後等它煮得很稠 之後再包在餃子上 所以它外面會脆脆脆的 但裡面是很濃郁的湯 所以你會吃到它在口裡包開 充滿著松露的香味 我們半面都是自己做的 麵是會做得比較粗一點 寬一點 每一條麵都包著所有醬料 然後我們表面會再放 焗到脆的花生 所以你會吃到很多不同層次 還有口感在裡面 那個黑松露熔岩餃的價錢是 158元 是有點離地的 但是如果你試了之後 我可以告訴你 是絕對是值得這個價錢的 我們是很願意去給 158元或者超過158元的價錢去吃 同樣製作的黑松露的意大利雲吞 但是黑松露熔岩餃 只不過是用了一個比較中式的包法 但是用了時間 心機 材料 工藝 絕對超越了意大利雲吞 因為它不是一個普通的有肉的餡 一個醬是怎樣包到餃子上 很有經驗才可以做到 做這間餃子店的理念 就是希望將一些傳統中式的食物 它原先可能給別人的感覺 是會覺得店家或者粗製攬 做一些其實它是可以很精緻的 是可以用來打卡 是可以吸引多一些年輕人 欣賞我們傳統的食物 不一定是餃子 就是皮包著肉餡 其實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變化 quiero說 到這間餐子 就是皮包著肉的餅 然後看著肉餅 大家可以給別人的餐想 我記得給別人的雖然 是 拍拖 是 我們